观念时刻带您迅速掌握潮流趋势 欢迎收看财经趋势4.0 我是赵婷宇 首先带您看到本周科技产业重头戏 2023国际半导体展登场 展览规模再创新高 近千家半导体业者齐聚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全球总裁 亲自来台参加 3 2 1 SemiCon台湾2023国际半导体展 在周三正式登场 展览规模再破纪录 950家企业使用3000个展览摊位 预估将吸引5万人参观 今年更首创双主场展览 Semi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全球总裁 也亲自来台为展览开幕 Tavan's supply chain drives global innovation 台湾半导体产业协会常务理事卢超群在致辞中表示 AI电动车伺服器运算等新兴应用驱动下 半导体产业已经准备好2030年突破1兆美元大关 根据数据预测 台湾今年半导体产业收入将达到1430亿美元 占全球的27% 预估全球2024年收入将达到5810亿美元 年增12.6% 卢超群预估台湾收入也将出现上升的趋势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小雅会上提到 美光 英特格 高通等企业在台湾扩张 表明了美气在台湾半导体生态系统中 也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并再次强调美台是忠实的合作伙伴 台湾半导体处于领先地位 技术创新和永续也成为今年展览的两大亮点 新唐亚特电视 高建伦 曾鲜敏 台湾台北报道 好 2023欧盟半导体产业投资合作论坛 邀请到有史以来最大的欧盟半导体代表团千语 曾鲜敏欧洲总裁就在会上表示 台湾和欧洲可以在矽光子学领域展开更多合作 国际半导体展欧洲六国家专去亮相 荷兰更去首度派出了半导体国家队 产观学界50人 由荷兰经济部企业级创新总署长率团来台参展 期待台和双方在下一代半导体合作 国际半导体展在周四举办了 欧盟半导体产业投资合作论坛 邀请到最大欧盟半导体代表团参加 欧盟会员国分享了欧洲半导体产业聚落 以及台欧潜在合作机会 会上台湾经济部次长陈振奇 欧盟经贸办事处处长高哲夫都强调 台欧是彼此值得信赖的伙伴 数位转型地缘政治为半导体产业 带来机会和挑战 Semi欧洲总裁预告 在这次活动之后 外界将有望听到台欧双边产业重要投资消息 新唐人亚太电视高建伦在新闻台湾台北报导 好戏光子被认为是接力AI的新科技 可以应用在深衣感测 高速传输跟量子运算等领域 2030年市场规模上看78.6亿美元 日月光营运长吴田玉分析台湾的优势 强调应该要积极布局 全球进入超大规模资料中心时代 动辄需要每秒800G传输速率 传统铜线已经无法应付庞大资料 取而代之细光子技术成为关键显学 日月光营运长吴田玉指出 台湾应积极布局机体光路和细光子技术 在新世代AI和高效能运算应用 抢占先机 细晶片光子元件将电讯号改为光讯号 大幅提升传输效率 日月光与台积电日前共同打造 用于细光子晶片的光学共同封装元件 可降低30%至35%的功耗 此外日月光2.5D封装整合 ASSEC晶片和细光子 降低50%功耗 平宽密度增加10倍 封装技术就应用在AI与机器学习上 台积电副总于振华认为如何整合电子元件 光学元件成为细光子技术 未来一大突破关键 西光子在产业中 传业扮演重要角色已经是毋庸置疑 SEMI预计到2030年 全球细光子市场价值将达到78.6亿美元 复合年增长率25.7% 业界也期盼政府大力支持掌握关键时刻 新台人也在电视高建伦 沈维彤台湾台北报道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 在半导体展上表示呢 过去50年半导体技术发展 就像是走在隧道里 如今呢已经抵达隧道的出口 他谈到当前AI晶片短缺 是因为COVID才能短缺 不过呢 这是短期现象 一年半后就会改善 过去50年半导体技术发展 已经走出隧道 带来更庞大可能性 Chair GBT 4.5搭载H100 AI晶片 由台积电4nm打造 展现超高效能的同时 也代表AI为半导体产业 带来庞大商机 刘德英亲自揭示 台积电已经从2D萎缩 进入到3D系统整合 如何满足庞大AI运算需要 显然先进制程萎缩 先进封装两者缺一不可 台积电COWAS能够容纳高达6个光照曝光面积的运算晶片 12个高频宽记忆体堆叠 3D SOIC是另一项越来越重要关键技术 为高宽屏记忆体技术提供替代方案 也就是将更多逻辑晶片加以整合 其实不是听编的短节 是我们COWAS的感情 这个COWAS的技术 在GSFC已经发展了15年 但是今天的demand突然增加 通常一年之内增加了三倍 所以这个短期之内 是我的尽量守候的客户 没有办法100% 大概应该也有80% 但是大概一年半以后 我想我们的Economy will 感受 AI带动的GPU采用 台积电COWAS产能公布应求 好在晶片荒有望顺利化解 得商联讯数据显示 台积电先进晶片封装技术 领先三星电子英特尔 更是独步全球 极邦预估2023年底 台积电COWAS产能每月达到1.2万片 2024年如果设备进展顺利 产能可达12万片 甚至再翻倍成长 现在就是沈维彤 台湾台北综合报道 接续看到台积电董事长 刘德英被国际媒体问到 台积电海外设厂的挑战 刘德英强调并不担心 强调在任何地方都不担心 劳力短缺的问题 SemiCon Taiwan 2023 在受瞩目就是大师论坛 晶圆代工龙头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 大谈AI人工智慧产业愿景 Ai仰赖台积电先进封装 晶片需求只会越来越多 预估几十年内将带动 一兆个电晶体需求 半导体产业景气看法 刘德英并不悲观 不过美国台积电AZ厂区 最近传出专业人才短缺等问题 外媒关注 德国厂是否遇到类似情况 刘德英笑着回应并不担心 大家不用大惊讶不悖 在一个新的地方 在一个早期的建设的 总是不可能像台湾这么顺利 他们在过去几个月 其实进步了 那尤其当地的政区 州政府 市政府 还有community 还有民意代表的一致 一致即使要帮助 业程期解决各种问题 挂挂类本问题 针对软银旗下ARM 即将在美国挂牌IPO 筹资近50亿美元 台积电是否可能成为 战略投资伙伴 刘德英语代玄机 指出台积电对此正在进行评估 预计本周会有答案 而针对近期华为 使用中芯5G晶片 是否对台积电带来威胁 刘德英表示并不担心 新腾亚特电视 林家维 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 今年的国际半导体展 吸引950家企业 10个国家筹组国家馆签展 聚焦半导体先进制程 提升国产自制率 但您看到全球首创 台湾第一个国产2奈米 制程镀膜设备 也首次曝光 半导体前段镀膜制程 从多道工序 整合成只要一个步骤 全球首创 台湾第一个国产2奈米 制程镀膜设备 相较传统设备 提升25%的产能效率 首次在国际半导体展曝光 薄度是非常的薄 而且可以非常的均匀 那能够满足未来 这种半导体 这种高升欢比的一个 这样子镀膜的一个需求 把电浆跟热等等之类的复合式 同时做在一个枪体里面 那我进去的时候呢 我就一次一站可以到底 那目前我们能够把国产零组件的比例 从30%提升到60%以上 提升半导体设备国产自制率 工研院也吸手台湾设备厂 黑发相变化水冷技术 可达全球最高千瓦散热水准 超越目前散热技术一倍以上 成功打进美国HPC晶片大厂供应链 因应AI发展需求 半导体制造设备大厂东京威力科创 发表雷射晶片修整系统 和极低温石科技术 并宣布扩大在台投资计划 它是用雷射的技术取代过去用DI-WAT的清洗 所以它整个在超洁净水的节省 大概节省到百分之七十 今年度我们也把我们的Cleanroom 洁净石做一倍的成长 就是台湾的技术中心 就在我们新竹 明年底我们会正式启用 我们台南新的渔运中心 大概可以容纳大概超过 一千人以上的空间 未来的争夺除了在技术面外 去想办法找到我们觉得 有potential 有value的人才 才是当务自己 我想这个部分不会只有台湾的课题 我想全世界都会面临到这样的问题 半导体材料整合服务大厂重越 西手台厂以旗舰队的方式 提供半导体从IC设计到全品的服务 打入国际 隐性3DIC晶片堆叠金属细线路 结合技术 抢供COVAS先进封装市场 台湾在这么小的范围里面 从前端到后端到供应链都很齐全 我想这个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情 那这里造就着我们台湾半导体业 有互国神山的产生 值得全世界各国的借鉴 今年国际半导体展获大展出 横跨南港展展馆一馆及二馆 包括950家企业 10个国家组国家馆参展 除了美日德国之外 首度参展的荷兰 号召14家半导体厂商跟学术单位来台 多国专业人士齐聚台湾 共同为半导体未来发展 深度交流 新唐雅台电视成会模底清晶 台湾台北报道 好 带您看到这一周的财经趋势短播 日本软银旗下英国半导体到场ARM 和新创生鲜杂货配送平台Insocard 即将在美国上市 专家期待先前一度冷清的美国IPO市场 将迎来火水 非诚联邦储备银行总裁 9月7号在第七届金融科技年会发表谈话指出 量子预算有可能彻底改变银行和金融服务业的安全和解决问题方法 印度科技部日前宣布 IT硬体生产连结激励补助申请已经在8月底截止 共计32家企业提出申请设厂 包括鸿海 戴尔 惠普 宏基以及华硕 利基电规划推出具有AI功能的晶片 董事长黄崇仁表示 将完全锁定庞大评价消费性市场 未来出货成长看好 估计明年将可以开始出货 贡献营收 新唐人雅埃电视整理报道 华为新机究竟如何成功突破美国余才 更详细的事物内容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带您关心 上周中国华为推出新手机MAT60 Pro 颜料公司拆解确认后证实 处理器是由中芯7nm制成技术代工生产 对此美国众议员指出 中国华为手机的新晶片可能违反贸易限制 美国商务部能应该要停止向华为和中芯国际出口所有技术 上个星期 中国华为推出新手机MAT60 Pro 颜料公司拆解确认后 证实处理器是由中芯7nm制成技术代工生产 美国白宫顾问苏利文被问到 美国的出口管制失败了吗 还是由厂商违反禁令 对此苏利文表示在获得更多资讯之前 不会评论特定晶片 路透社报道 美国联邦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指出 中国华为手机的新晶片可能违反贸易限制 美国商务部应该停止向华为和中芯国际出口所有技术 盖拉格表示如果没有美国的技术 这款晶片可能无法生产 因此中芯可能违反了商务部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定 现在是时候停止向华为及中芯出口所有的美国技术 以表明任何藐视美国法律 并破坏我们国家安全的企业 都将无法取得我们的技术 新唐人亚特电视林家宇 张其林综合报道 保在看到传出 中共将扩大iPhone禁令 导致苹果股价周四下跌 连两天下挫 市值更是蒸发近2000亿美元 不过也有分析师认为 市场或许对全文反映过度 中共近几周扩大iPhone禁令 原先只有敏感部门禁止使用 传出扩大至禁止公务员和国企员工使用 苹果股价周四下跌2.92%至每股177.56美元 两天累计下挫6.5% 市值蒸发近2000亿美元 并拖累每股主要指数大多收黑 iPhone晶片供应商高通 股价也受牵连 跌幅7.2%至106.40美元 其他手机供应商股价也随之下跌 不过也有分析师认为 市场或许对此传闻反映过度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委员会主席盖拉格 则是声明表示 这是典型的中国共产党行事方法 在电信领域拉拔国内龙头企业 再慢慢挤压西方企业的市场准入 试图讨好中共的美国科技企业 必须意识到时间不多 新唐人亚太电视唐靖安正理报道 带你浏览这一周的重要财经数据 好 德国媒体说 慕尼黑车展已经成了中国车展 怎么回事 更加速的新闻内容 休息一下 回来欧洲最大的消费性电子展 在柏林展开为期五天 聚集各大品牌最新研发成果跟新品预告 当然 今年最大亮点是AI人工智慧应用 各大电子厂牌齐聚一堂 这是欧洲最大的消费性电子展EFA 9月1号在柏林正式登场 其中 AI和永续应用随处可见 从智慧洗衣机扫地机器人 再到节能智慧家居等物联网设备 可谓是今年的最大亮点 家庭最常见的扫地机器人 也出现了最新的升级版 布置馆内活动有吸睛的顶尖科技 EFA为了创造科技与生活的贴近感 今年新增了一系列活动 包括AI体验日 串流直接演唱会 以及电竞嘉年华 让参展民众亲身体验最新的生活科技 金唐人亚特电视 张灵综合报道 好 中国速度成了本届慕尼黑车展的关键词 原因是有比于以往 德国汽车制造商和工艺商的创新表现 本届慕尼黑车展的风头 全被中国车器抢走 有德国媒体更是直接说 慕尼黑车展现在已经成为中国车展 前进德国慕尼黑车展 赫然发现中国电动车厂的加速 比以往喷升一倍多 比亚迪 晓鹏等中国电动车电磁厂 高调展出自家产品 打着低生产成本抢攻欧洲市场 使欧洲业者提高警觉 根据英国汽车咨询公司的数据显示 去年上半年中国电动车的平均价低于三万两千欧元 大幅低于欧洲平均价的五万六千欧元 另一项数据指出 近年至今中国在欧洲新型电动车品牌的销售占比 从去年的百分之六提高到百分之八 而容易电动车能搜集大量数据 中国品牌的资安疑虑引起民主国家警觉 All Chinese technology companies pose a degree of risk because of a 2017 law called the Chinese intelligence law which requires all Chinese companies and individuals to assist Chinese intelligence agencies and to keep that assistance covert The car was able to actually relay voice data from inside the car to the person listening on the other end without the user's consent and also without the ability for you to terminate that call So what you're saying is that conversation could then be listened to by a third party Without you knowing 新唐人 雅台电视 林家维赵婷玉 审理报道 好 带你看到下周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9月13号 苹果秋季发表会 9月13号 美国公布消费者指数年率 9月14号 台北国际航太季国防工业展览会 9月14号 欧元区央行利率决议公布 谢谢您收看这一周的财经趋势4.0 我是赵婷玉 我们下周再见 9月15日 real estate